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明的代表 有些地方呢 它的晚上就是完全的黑暗 那个地方你想象像北韩 就是完全的漆黑 征服夜这件事情 成为人类非常重要的一个文明眼镜史 大家希望在入夜之后 还是可以像夜如白昼 正常的从事很多活动 所以有了光明的追求 对 我今天要介绍这本书 书名就叫做光明的追求 光明的追求呢 其实指的是人类不断在思考 如何在夜晚可以像白天一样行动自如 对我们大家来讲 夜如白昼 可能我们觉得很习惯了 因为有电力 有各式的灯光 所以我们在晚上 一样可以像白天这样的从事很多活动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在人类事实上在17世纪以前 灯光晚上的这个照亮呢 是一件非常稀罕的资源 过去呢 在人类还没有发明灯之前呢 其实靠的是烛火蜡烛 大家不要觉得蜡烛好像电视古装剧演的 就是可以照亮 其实不是的 那小小一个烛光 可能只能照亮你眼前大概10公分的地方 所以在女工争指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有一点点烛光 或者是我们过去看到有人在苦读诗书的时候 那一点光真的就是它照亮的范围 可在17世纪之后呢 开始有像蜡烛或者是灯光 包括煤气灯 各式各样的这个燃料油出现 甚至有灯具的发明之后 人类的生活开始变成多彩多姿 在这本书里面 我看到非常多人类光明追求的眼镜史 首先呢 17世纪以前在没有灯光之前呢 大家觉得就是日落而息 所以晚上没有灯 没有蜡烛 很多地方是有宵禁的 在过去 可能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 在城池 就是这个城市里面呢 会先有一百个钟声 不断地告诉你要入夜要入夜 要干嘛呢 因为有宵禁 所以呢 这时候呢 人们就要从村外赶快跑回城市里面 如果你在入夜之后 有宵禁的时间 你还游荡在外的话 那可能就会是一种违法的事情 可是这个时候你也看到一个 拥有灯 拥有烛光 拥有火 这些资源的人是不受此限 那就是富人的生活 所以你呢 也能想象 在灯光还没有普及之前呢 其实贫富差距 就发生了在人类真实的社会里面 富人是不受宵禁的这个限制 因为它拥有烛火 可是慢慢的呢 人类开始发明了灯之后 就要找寻这些燃料油 过去 金鱼油 尤其是抹香精 是曾经被认为是最高档的这个燃油 因为这烛油 用了这个金油来做的时候呢 其实它没有烟 而且持续力很强 照度也很强 所以呢 在18世纪 也造成了补金业的兴盛 可是补金 大家去补了抹香精 也一度造成了抹香精 差点瓶零这个绝种的这个命运 那慢慢的有灯电灯的发明之后呢 也让我们看到城乡的差距的改变 也因为这电力的普及 还有灯的发明之后 变得更加的平等 这时候我们可能都享受了 所谓灯光的文明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常常你去户外的时候 你就会想要看满天星斗 在过去来讲 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可是现在你要看到满天星斗 何其困难 我们觉得会有光害 其实光害对我们人类来讲 看不到星星 那只是夜幕风景的一个损失 可是对自然生态来讲 可能无形当中 有非常多的浩劫 当我们发明光 是认为生活可以 由我们自己来主宰 可是我们在光明追求的过程里面 无形当中 我们也被光所摆布了 就好像海龟的这个生产过程 海龟其实他要到沙滩上去产软 母龟在这个沙滩上产下了龟软之后 小龟他们破软而出的时候 他们第一个要游向的是海里 那是他们的一个生态循环 可是在漆黑的夜晚里面 他们只会沿着海平线的光亮前进 他们知道那是海的方向 可是人类的这些所谓的灯光造景 常常在这海滩旁边 你有没有看到各式各样的灯光 而对于那些破壳而出的这些小海龟 他们无从判断 他们会以为人类这种灯火的光明 可能是地平线 他们于是就往了人类所居住的地方前进了 在前进的过程 就被很多黑夜中及时而过的车子 就被碾毙了 造成了生态上的浩劫 还有许多你会发现 很多的鸟类 它是靠光的感应 去知道整个作息 整个大自然的一个生态 可是你会发现当我们很多光明的这个呈现的时候 造成昆虫它有趋光性 你可能觉得很讨厌有这些飞蛾 但是你不知道 因为这个光吸引这些飞蛾之后 这些昆虫之后 造成鸟类看到这些昆虫 于是就会把昆虫吃掉 所以在这情况又造成自然上的一个生态上的不平衡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 我看到人类在这么多年来追求这些光明的眼镜史 提供了我们生活上的便利之外呢 我们也看到很多无形之间 我们当追寻黑暗中要另辟一个光明的地方的时候 其实我们被这些光明所主宰了 光明影响我们的生活权利 看起来是很好的 你甚至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文艺活动像白昼之夜 其实我们希望夜如白昼 可是无形当中 当我们被光所摆布了 被光这样给控制的时候 很多自然的浩劫正要开始 其实光的改变不只是因为一个生活的便利性提供 它无形当中对于生物的平衡 包括我们人类都是一种改变 夜猫子你觉得好像可以做很多事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跟你身体的自然的循环 它的一些代谢拍度也有很大的关系 可是无形当中 我们过于追求这样的一个光明的时候 往往忽略了这无形当中的一些影响 透过这一本光明的追求 你可以看到人类各式点亮黑夜的工具的文明史 但是也提供很多的省思 这是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你可以有的许多的收获 如果喜欢我说书 欢迎订阅行难老总 每个星期说书给你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